欢迎回到中文联军书 我是秦木冲 中文联军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 找个理由来退休 夏韵芬复乐中年学 这个书名中已经有作者的名字了 这个是天下杂志出版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夏韵芬 作者来亲自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应该称呼 学姐 好吧 跟着太太叫 对对对 金老师好 学姐好 这本书要不要跟大家谈谈 你为什么先介绍一下 为什么想写这本书 因为我大概觉得从这两年开始 我们的年金开始改革了 那大家就对于退休非常的害怕跟恐惧 然后去年又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很多人都说没事干 我也没事干 那没事干在干嘛呢 就在家写写东西好了 所以我觉得是有比较多的时间 那又看到大家对于退休的一个恐惧 然后又发现 其实我自己也年这个走了半世纪人生了 那也要回顾一下自己怎么看退休这件事情 所以退休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是一定是在什么年纪退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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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美国一段是很流行一个说法 叫做这个财务独立 及早退休 就是提早退休了 它叫做用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那这本书里面 其实它的观念就是说 你现在一个月花多少钱 你想到你退休以后 怎么样才能够自由自在 没有这个财务的压力 就是把你现在每个月花多少钱 你们家乘以300 有时候一乘起来 如果家里花多了 那先生就开始有压力了 因为他的意思 从他的这种计算方式 我们不细谈 他的意思是你退休以后 你等于还可以有一模一样 你在最等于说 巅峰的时候的这个收入 对因为他300的概念 就是一年12个月25年 所以大概乘下就是300 所以你想想看你退休之后 大概要活25年 他是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方式 那数目算出来有的 如果你家里一个月 开支不小的话 那就 对啊要乘上300 压力很大了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一点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一直很想退休 那反而就是我们过了中年的人 不想退休 这是很好玩的 年轻人他可能工作不顺心 他就说我想要退休了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说 你退休之后 你完全的没有收入 那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那反而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有一种人叫半退休 那包括我在内 我可能就是一个半退休的一个指标 就是我可能不用从早上九点 然后做到晚上五六点下班 我可能工作时间只有三分之一 或者是更短的时间 可是我有其他的时间 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 没有时间去运动啊 没有时间去画画 没有时间去做工艺 那现在工作时间变少了 我的时间变多了 那我就可以挪挪挪我的时间 去做一些分配 是我看你书里面的人生 就过得很丰富了 你的三三三 对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工作 三分之一来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 三分之一做工艺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像去年有疫情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辛苦 然后我其实也碰过身边的人 然后就忽然重病 甚至忽然走 那但是我觉得如果去做了工艺之后 我就发现到说 其实我还可以贡献我自己 然后就发现 有很多人过得比我辛苦 其实无形中还有另外一种的幸福感 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在疫情之后 希望能够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 是 其实很多都主张退休之后 应该是现身公益 就像您刚才讲 他有很多 不管是对自己或是贡献社会 多重的这一种效能 因为年老的社交圈自然会缩小 对对 然后你去接触不同的人 你刚刚讲看到人生百态 其实对自己就不会那么自怨自爱 因为世界上自己 说不定是比较起来 还算比较幸福的人 对对对 所以这个很多 我看很多书在讲到退休之后 都是提倡大家做工艺 我们上次访问了一位 他这个退休之后就到养老院 过院去演小丑 然后去兜老人笑 所以他就非常快乐 所以你看他上我们节目也是非常 跟您一样 这个热情洋溢 非常快乐 那您说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退休还是有一些风险 要考虑的 提到一些风险 就是包括你要想到你退休会要花哪些钱 对 有很多人都跟我讲 就是说我活到八十岁就够了 我觉得很好玩 你活到几岁哪是你能决定的 我就跟他说 你活到八十岁 然后生日过了 然后你隔天 然后你打开眼睛 看到那个太阳 的意思是什么 你没死啊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你的钱只准备到说八十岁了 然后你的钱不够了 你怎么过日子 我觉得人生有两大悲哀 第一个就人死了 钱没花完 生悲哀哀 第二个人还没死 钱已经花完了 所以我觉得你高 就是太低估你的长寿风险了 就现在人其实都很长寿的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今天活到八十岁我够了 那因为台湾有一个叫平均余命 那平均余命 其实就是把那种刚出生的 他可能有早腰的 或者是说有这个跟我们的年纪 然后平均 就很像说把我的财富跟郭台铭财富平均一样 那很不公平的 那很不公平 所以平均这个值是不太准的 我们要看平均余命 那现在余命都一定会超过八九十岁 所以我们一定会活得很久 可是如果你预估你只要活到八十岁就够 那就不够了 尤其女生还比男生长寿 对因为女生爱讲话 听说比较不会忧郁 男生比较忧郁 男生压抑比较多 不过基本上也是听说男生的基因 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比女生差 真的吗 就是真的 所以他没人估计就是女生的耐力 其实比男生好 我在时代杂志曾经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们预估到2050年 世界上跑马拉松的冠军 不分男女一定是女生拿第一 真的吗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同事啊 他带他先生去看那个牙齿 然后他就拔了一颗牙 那他老公就蹲在地上说 啊痛死了 就他老婆就想揍他说 那我们生小孩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跪在路边说痛死了 所以好像承受那个 那个痛苦的忍耐力不太一样 男生都要跳开这些话题 所以您提到 其实退休要考虑的就是 要你的医疗保健费 你的安养照顾费 还有休闲娱乐费跟生活费 对因为生活费很好计算 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退休的生活 你大概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是 大概花五万块钱 天龙国嘛 大概要花个五万块钱 如果说你在嘉义啦 你在云林 可能比较少一点 那你就计算一下 我要再活个活到我一百岁 我希望你刚讲 我们有长寿的风险 所以你看你从60岁 长寿变风险 长寿是一个风险 长寿对穷的人是一个风险 而且长寿如果身体又不健康 那才是最大的风险 对 所以生活费其实我们很好估算 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也有那种商业保险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的医疗重大的问题 大概可以通过商业保险 而且我们健保其实做的真的还不错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但有两个风险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自己如果需要长照 要照顾的时候 那个很难估算 另外就是我们总要旅游 虽然是这一两年我们出不去了 可是我们卸下了我们工作的重担 我们总是希望去游山玩水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退休之后的花费 所以你书里面提到就是说要想办法理财一下 对 所以要买一些这个投资股票或基金这些 我看你书里面都有介绍一些 那当然你们有一些提醒 所以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对对对 再买个梗 大家就不用那个 大家一定要去买书 然后其中一个有趣的就是房子的问题 就是说老了以后房子怎么处理 这有三你提出三个方法 有人想是以房养老 那有人是想要这个买房养老 有人是这个卖房养老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差别 主要是从这几年当中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有房子 那我老了我把房子卖掉 因为我们台湾自有住宅率的 每个人都有房子 超过86% 所以86%都有房子 那最后我老了 我就用这房子我就反向抵押给银行 那银行就每个月给我钱 那我从这几年当中 我就看到银行的新闻稿 都说哪个老太太 然后她以房养老 每个月可以多10万20万 我想说 花大了 对 那我就很想说到底她买哪里 我就去问银行 因为她大安区 然后她只借10年 那这很像我们有一个大披萨 你切五块六块 跟你切20块 那每一片就不一样了 所以她应该只有切这个五片 所以她哇 好大一片 一个月可以拿20万 可是如果你住在 比方说你住在共寮 或你住在更远的地方好了 你可能 可能一个月才一万多块 两万块钱 因为你可能要反向抵押 20年或30年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利用书 因为很多的媒体 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 把它说清楚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看你的房子 到底在哪里 另外银行建价 会给你七折八扣 你觉得我的房子值两千万 银行说 对不起 只值一千五 只会低估不会高估 对 只会低估不会高估 那你也没得 没得吵 第三个 你要反向抵押 10年 20年 30年 其实都有差 那另外就是有利息的问题 那利息是内扣的 所以她可能每个月 可以稳定的拿一些钱 但并非固定 所以我想很多人 可能有一些误解 你不要以为说 我一间房子 房子就可以养我了 事实上这个钱 可能比你想象的少一点 对 所以其实 只需要去分析了解 就知道 不是那么想的那么单纯 对 对 有个房子就解决一切了 好 那你书里面还提到 就是说这个 要找个理由来退休 那我这书看你个人的经验 你就是找了理由来退休 我的理由是老天爷帮我找的 我觉得很多人到了中年之后 他可以找个理由退休 华丽转身 比方说我对这个工作很厌烦 那他去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也认为很好 就是华丽转身 因为我有很多媒体的朋友 我看他们就是在媒体 其实江和日夏 然后所有的媒体 其实每一篇新闻 都是用买的 那他们也不用跑什么新闻 后来他就想说 算了我不干了 然后他去做其他事情 有人转职顾问 有人去做旅游 但现在也很惨了 可是至少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我觉得每个人到中年之后 可以思考一下 也许他过去有投资 他有攒一些钱 所以他的工作 可以有一些更多的开创性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像我一个朋友 他超爱旅行的 所以他从记者退下来之后 他去考领队 做得很好 只是现在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他做领队好有概念 他说从他那时候带大陆团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 他说你们大陆很多假钞 那我这边有个验钞机 你们把你们的钱拿来我帮你验 他就觉得他服务很好 那我就跟他说你干嘛验钞 他说验钞我就会知道谁有钱 像金老师一拿可能20万 我就觉得以后伺候他 疏忆可能就拿个两万 我就不理他了 所以起码我就知道这一团当中 你看多多有心机啊 你看他是媒体人 他多聪明啊 对 然后他每次问他说 你一定要吃什么 或嘘寒问暖的 小费就给的很多 那完了 这差别待遇就出来了 对对对 可是他一样 就是我觉得他努力了 他对于台湾的风土 人情介绍 我想一个媒体人的沟通能力 他是很强的 他就是做他喜欢 又擅长的工作 对 而且他有其实媒体人的沟通 他也就是有承袭到这个优点了 对因为很多没有退休人 他一辈子啊 做了一些工作 也许都不是他真正最喜爱的 然后我看了一个我最羡慕的人 我们修一下 回来待会来谈这个人是谁 好 欢迎回到周末年金运术 我们今天是跟夏韵芬夏学姐 对 跟着我太太叫 我今天好开心 我今天把路下来留为纯 叫做夏韵芬复乐中年学 是天下出版社今天出版的新书 对对对 是12月去年12月出版 去年12月出的 等于是新书了 对对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其实你中年之后 也许转个业可以找到自己 最喜欢的工作 然后还做得很愉快 还很成功 对 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就看 这个我们喜欢打篮球 看NBA的球员 在我们那个时代 现在不知道NBA人 年轻的不知道他也叫Larry Burt 打这个Boston Celtics 他就讲说 我真是太幸福 我每天都在做我最爱做的事 我每天都在赚大钱 对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又可以赚钱 多幸福啊 对不对 好羡慕啊 好羡慕啊 好啊 那您讲一讲 你的理由 为什么会这个老天 带到你来提早 这个半退休 对因为我刚讲 就是我自己是媒体人 然后媒体的环境 江河日下的 所以有很多人开始转型了 然后呢 我也想说 哎我到底要不要转 结果没想到 我这个人是打死不退的 我很喜欢工作 然后我也 有成就感 对 我觉得有成就感 然后又可以赚钱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媒体跑新闻的时候啊 然后常听很多名牌啊 那他们就说 哎那你那个听了名牌 做了股票 你就应该可以退休了 我说不 我要天天天工作 我才天天有名牌 他说就很天真啊 这样认为 那除了就听名牌之外 我觉得我很喜欢工作 因为我很喜欢采访不同的人 然后知道他成功的方向 知道他企业经营的策略 还知道他怎么去讲对手的坏话 就我觉得我每天都可以 吸收到新的东西 可是没有想到 我一个这么爱工作的人 就有一天就出了车祸 对就出一个大车祸 然后车祸腿就断了 而且我的腿是断骨骨 就是人最长的那根骨头 对对就从膝盖到这个骨盆 对对对对就这个骨头 整个就就就断了 哇天都会痛 很痛很痛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送到医院去 我听我妈讲说都已经进家户病房了 所以他都快要昏倒了 对那后来就是打了钢钉之后也复健 就就大概八九个月的复健 书语他们都看过我做轮椅 就做轮椅 我什么工作都没了 电视台的工作都没了 因为没有办法 他们都要站着 而且要穿迷你裙 对我连站都站不起来 怎么可能穿个短裙 然后什么组织活动都没了 那中国人因为可以不用看到人 所以我还可以坐这个轮椅进来 对那时候真的很惨 然后复健八个月九个月之后 腿竟然又断了 竟然又断了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一切又要重来 又要坐轮椅 我看书里面你是出去玩的时候 突然又断第二车 对 然后还要坐救护车赶回来 还坐救护车 我在三仙台 我现在好怕去三仙台 因为后来我也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做一点公益 是因为我后来在三仙台腿断的时候 我后送那个鼠立成功医院 连止痛药都没有 就医疗真的还蛮 多厚的 对 本来家人是说 那干脆直接开刀 因为钢钉都穿出来了 非常的危险 他说我没有办法开刀 所以他就说 然后我说有没有止痛药 也没有 就直接救护车后送回来 后送台北 寿型药 好可怕 我觉得人间如果有地狱 大概就是那一趟 快两个小时的救护车 非常的可怕 因为非常痛 没有止痛药 对 否则你送急诊 通常人家第一个就给你 对 对 他们就跟我说 你赶快后送台北 所以一切又重来 那重来那时候大概 我就非常的沉寂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都不要做了 我去死转了 可是后来又想一想 对 就是说老天爷叫我 可能要休息一下了 那心就开始定下来 那如果没有了其他的工作 我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反思能力 休息的空间 我觉得挺好的 对 所以你就是因为经过了 这么一段能够沉淀 思考一下 回头看看 回首看看 再展望一下 将来就决定自己 大概要怎么做了 对 对 后来我终于知道 像后来 我有去帮一个脊椎损伤协会 那因为我 我是车祸以后 我还可以站起来 我就发现很多人 他车祸以后 他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他就不能够有其他的工作技能 他可能要去学其他的技能 所以那时候也帮他们协会去看看说 有没有帮他们媒合的机会 或者是跟企业沟通 能不能改善一些空间 让他们的轮椅能够进去 所以那时候车祸之后 也的确让我 对另外一个 更有同理心 对 对 更有同理心 对 这个很多医生都是自己得病之后 对 才更有同理心 医病关系 他才会真正的比较 不像台湾很多医生都是高高在上 对 他有医病关系之后 他才能够体会 可是医生他也很无奈 因为那时候 有一阵就是那个 只要天气变冷 我的腿就会很酸痛 然后我就常常去找医生 我就跟他说 我自己又很酸 他说可是我看到的结构是没问题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看得到结构 你又看不到状态 你又没有断过腿 他就说 哎呦 这女人怎么这么凶 可是不是每个病人都感谢你这么凶 很多都是逆来顺受 对 我是很哀愈 那医生他也想 哦 碰到狠角色 那医生人很好 他就说 对了 我也没有断过 对 真的是碰到狠角色 很少医生这么温柔的回答 对 我没有经历过的人 真的不知道 你刚刚讲过 就是说 后来你体会到 其实你在人生中 找了很多的这种 不同特质的role model 对 就是这个学习的对象 我看里面对象 有的要跟他学美丽 因为你说退休 要有美丽的灵魂 健康的身体 对 有的跟他学运动 有的跟他学这个 所谓的怎么样的应付 这个各种挫折 对 对 那还有跟他学 学瑜伽 还有一个老师 是啊 对 因为我的就是典范当中 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社会上 对于退休的人 或者是对于中年过后的 男性跟女性 我就有不同的评价 比方说男生 都马是越老越帅 对不对 然后越老越乡 你就是啊 对不对 你们都是帅大叔 对不对 可是女生就会变大婶 对不对 大妈 就我觉得都很负面 男生六十岁以后 不能用帅子形容 帅子都是给我们儿子背的 那有男人味 对 男人味常常被嫌 对 我就想说 那女生我们也可以 就是有自己的学习的典范 豁达的人生 对 我看你学了很多 里面提了很多人 那其中他学了一个 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退休以后真的要学 就是父母不要再为子女奉献 听起来好像很无情 但其实他有点道理 对 里面讲了一句话 我那天念给我这个 见内听 他不知道我敢喊见内 论听 这个你的学姐说 你都以为是养儿防老 现在是要养老防儿 对 养老防儿 对 要不要闪述一下这个观念 对 因为很多人过去都认为说 我养老就有儿子 或者有女儿更好 女儿都很孝顺 我甚至以前去听一个论坛 他是英国人来台湾演讲 你知道吗 他就跟我们讲说 你一定要有个保险 或你有个儿子 我想说 英国人 为什么是儿子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是song 欢迎回到中文电金书 我们今天谈的是天下 去年十二月出版的新书 叫做夏韵芬复乐中年人 坐旁边的是 中年学 就是着粉身 对就我自己 你刚刚谈到说 一个英国人跟你谈一件 对 这个要退休的时候 要有一个女儿 对 为什么 金老师你知道 这个有一个长辈 就跟我讲过了 他就跟我讲说 儿子是路人 女儿是亲人 那媳妇呢 是仇人 女婿呢 是用人 我一天很有道理 像我老公在我们家懒得要死 你跟他说灯泡 你帮我换一下 他懒得换 然后那个马桶说 我说漏水 你去帮我看一下 他懒得去 我就希望这个 我们这个您的这个 另一半不要听这一句 可是他到我妈家去啊 你要去我妈家 他说妈 你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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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巅峰扇那个坏掉了 然后我帮你弄一弄 主动 很主动 妈你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吸尘器 那个袋子要清了 不然弄 好主动 你看是不是用人 是不是用人 这是这是他有智慧 这样赵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就是这样 对可是在家懒得要死 对跟个大老爷一样 所以你看女婿是不是用人 是 儿子是不是路人 儿子回来爸妈 他就进房间了 是不是 都是神话一哥 是 是不是只有女儿 会跟你滴滴答答的 然后会跟你聊天 女儿也要看 是不是在青春期 对对对 那要过了青春节 我跟你讲 女儿在青春节 妈妈的更年期 那时候很可怕的 对像我妈妈那时候 我妈妈开一个大刀 我妈那时候乳癌开刀 那我妈就说她吃不下饭 那我就问我妈说 妈你吃不下饭 那我们就吃面啊 好不好 那要不要吃面 所以女儿都贴心 对会一直问 然后她就说 我也不想吃面 那我说那煮个粥好不好 我不想吃粥 那我说那煮个汤好不好 汤我也不想喝 那我跟她说 那不然我们弄个 打个果汁好不好 我弟爷又跟我说 哇你已经可以举出十八样东西 是我想不到的 就一直聊一直聊 那到最后我妈就说 嗯好 其实她又绕回来 她想吃豆花 就是说我们会一直问一直问 所以我觉得女儿 就是可以跟妈妈这样一直聊 一直聊一直聊 然后你看女儿是不是就亲人 对那当然媳妇就别提了 媳妇一定是仇人 肯定是仇人 所以你看这样讲的话 就是说可能角色不一样 个性也会不一样 那我觉得在华人社会当中 为什么我说养老要那个房儿 因为第一个儿子会来借钱 当然女儿也会来借钱 那所谓借钱就是说 第一个他要去念书了 他要去念书了 他说爸妈我要去念哈佛 那你要不要给我钱 你会觉得光宗耀祖吗 对不对 一定要给他念 对我还有一个同学很好笑 我同学说我只要我小孩会念书 我卖那个卖身都让他去 我跟他说拜托你这年纪卖不了身了 你卖身好了 我说大家开玩笑 这同学之间开玩笑 我的意思说他会请其所有 然后让他去念书 可是我跟他说错了 你请其所有的时候 你的退休怎么办 而且小孩光宗耀祖之后 他好到谁 好到他老婆 或者是好到他先生 他不会好到妈妈 也不会好到爸爸 你何必要这样的付出 所以小孩如果要念书 我觉得至少一半你可以帮他出 或三分之一帮他出 其他请他去弄助学贷款 或就要去打工 我觉得这个很好 另外就是我也看过很多的案例是 他去投资去创业 然后妈妈爸爸就要去投资儿子 而且是义无反顾的去投资 我还有个朋友开餐厅 然后我就说 你去哪里请到阿桑来帮你洗碗 他说别小声点的我妈 我说天这么冷你怎么叫你妈 他说我妈每天都要来帮我打扫 然后帮我洗碗 然后等个帮我收 你看出钱出力 别傻了 真的别傻了 那另外一个更可怕 就是儿子女儿有负债 被黑道追杀 你要不要帮他出 其实这种故事都蛮多的 很多 就到最后 如果你这些都付出了 那你的退休生活 我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晚景淒涼 可是我们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我才说 养老真的要防儿 防止儿子跟女儿各种方式 来把我们的钱拿走 其实你这个观念是西方 其实是蛮popular的观念 对 可是这就是华人会碰到的问题 东方社会里面就是 就是长久以来传统观念 养儿防老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你讲那个现在社会是越来越贴近西方的这种逻辑了 对 因为啃老族越来越多 对啊 因为我们讲那个下流社会 其实日本也发现了 就是说为什么会变下流老人 当然流是阶层的意思 你为什么变下流 其实我看到他的书当中两个重点 他说第一个你没有把你的婚姻守住 所以你就失去半壁江山 你看那个贝佐斯有没有 他一离婚 哇一半的钱给他太太 他太太立刻变成世界女首富了 那如果一般人来讲的话 你的钱至少会少一半 第二个他就是有啃老族的儿子 儿子或女儿 那就把你的退休金也吃完了 所以你还会变成下流老人 所以你看我们怎么不可以把我们的钱守好啊 不要被儿子骗走了 虽然他最爱的是妈妈 对还是不能够把钱给骗走 里面谈到退休后的婚姻也蛮有意思的 这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你说 男人要必休退休 从男生的角度 因为婚姻退休后 婚姻关系要 要多加一些这种幽默的元素 对 所以你说男人要赶快学会幽默 对 这个对很多男人很困难 尤其东方的男人 你要有good sense of humor 这种不容易 我不晓得为什么男人讲三个字都讲不出口 对啊 我爱你也讲不出口 谢谢你也讲不出口 这是很奇怪 然后对不起也讲不出口 东方跟西方的差别 你看东方男人这个sweet talk 就这个嘴巴很甜 对啊 darling honey 喊个不挺 你看这个 我很多周围老人 太太生病 其实他很担心 太太在那边咳嗽 哨哨哨 给他看医生都被看了 哨戏 哨戏 其实他很担心的 其实他很担心 他不会表达嘛 他干嘛讲这么难听的话 没有他其实他急 他也气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表达 所以要修正 可是女人就喜欢被骗啊 女人就喜欢被哄啊 女人不用钻石 到老真的什么都不用 所以很 不是我们年轻都听过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那么坏男人都很会骗啊 哈哈哈哈 你看这就是你的借口 哈哈哈哈 没有这个真的是要学习啊 我看你里面这个提到了这个 其实两个人如果在一起不幸福啊 还不如让四个人幸福啊 哎对 因为我那时候去看一部电影啊 对就是那部电影还蛮好看的 海边走走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你看这部电影 好 欢迎回到中文念经书 我们今天谈的是夏韵芬 复乐中年学这本书 那我们孕芬学姐就坐在我对面 哈哈哈哈 刚才说你看了一个电影 让你体会到这个 其实婚姻有时候不要勉强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一辈子 在婚姻当中都希望别人改变 比方说我希望我先生改变 搞不好我先生也希望我改变 但其实我们都改变不了 那我觉得在婚姻当中 要有自我的察觉 也就是我要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很重要 我没有鼓励离婚啊 对对 就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很重要 那我看到海边走走 其实两个人不幸福的人 然后到最后 其实就变成了三个人都很幸福 因为有一个人离婚 他其实很高兴 另外一个 他其实找到另外一半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那另外就是 我觉得在婚姻当中 不要再要求别人了 你要很清楚知道 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比方说我喜欢画画 我喜欢看美术馆 我喜欢旅行 那我就跟我的朋友去啊 我一定要拖着 我那个没情调的老公 跟我一起去 那他可以去打球 我觉得也OK 对 所以我懂你的意思 不是鼓励离婚 其实就是要变得两个懂得自主 对对 各自有自己的 然后要磨合了 当然是同一个屋檐下 所以现在很多夫妻也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是彼此处得很好 但是彼此不干涉对方 对不要干涉 像有时候我也很喜欢觉得 他蛮可怜 不然就带他去我朋友的聚会 就回来之后你知道 他就跟我说 哎呦 你们那些三姑六婆气死我了 以后都不要去了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 呃 退休半退休 或是这个中年以后 嗯 跟知心的好友去旅行很重要 哎 对 这个曾岳林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嗯 我看到他跟你父亲 在你书里提到讲得很近 嗯 他讲四年呃 四十岁以后不容易交到真心的朋友 嗯 好 我看你书里你父亲是提醒你说 对我爸爸 四十岁以后啊 嗯 交到的朋友都是利益关系比较多 嗯 但这就要可以反过来说 如果你四十岁以后呢 还能够交到知心的朋友 那是最最难得了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嗯 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谈一谈你的旅行 我看你好像旅行了很多地方退休以后 哎对我很喜欢旅行 后来甚至我还把我的朋友去分类 因为我觉得你要找到好的玩伴 并不容易 所以我还会分类我的朋友适合短期旅行的 因为可能有家类他的小孩还小 他不是让我可以做长期旅行的人 所以有短期旅行的人 然后还有长期的可以跟我游山玩水的人 所以把朋友稍微分类一下 然后我觉得你想去哪就去哪 而且说走就走 我觉得中年过后你想走就走 像有一次我想要去波兰 每个人骂我神经病 但就有朋友要跟着我去 我也觉得蛮开心的 哈哈哈哈 这个很重要这个我前天跟我一个同年纪差不多的人谈 我当时又比您多了这个很多岁月了 你看不出来 没有然后呢我就谈到人说你有没有算过 你大概活到几岁啊就算90岁的话 你已经以一只股票来看啊 你已经贬值了百分之七十几了到八十了 哦 哎讲完他就觉得后来回来跟我这个发讯息讲说 你讲以后我就讲到真的 但是黄金的十年很重要啊 就我们大概算一算大概还只剩下黄金十年 因为你还要扣一下最后几年没有办法行动啊 或者行动比较不方便呢 老了以后啊 所以这种所谓的active days就是比较能够活耀 大概就剩十年了我们 嗯 哎所以他一讲说我们两个就特别 赶快走赶快去玩 他那一天就特别开了车带我在这个中部地区 逛了一整天逛了我都累了到处开车 哈哈哈哈 我说还长十年还长 不需要这么干 对对 所以这个旅行真的是有很多好处对不对 嗯 你讲带本书带个画笔你会画画的话 嗯对不对啊 我觉得以前我们去玩的时候都很想要去追求景点追求cp值 然后哪里一定要去 可是到了我们中年之后好像不是这样的玩法 我反而喜欢跟当地的人聊聊天 嗯 然后在那边喝颗咖啡 也就是所谓的深度旅游 对 你去看博物馆就不需要赶时间 对 好 没有时间的压力不要像旅行团一样 嗯 随时就赶你走 对 然后有时候走到哪里有什么古迹啊或什么 就就在那边你要耗多少时间 就说没有时间压力 这种旅游对于退休以后的生活 也只有退休之后才有这种自由度了 嗯 嗯 呃 谈一谈你树里提的这个 呃 亲子关系刚谈了 这个 像我现在是 老爸爸 嗯 儿子女儿都还在 他长大了 你总是老爸爸 还在青春期 哈哈哈哈 所以我的名言是 呃 因为我叛逆期的时候非常叛逆啊 嗯 所以我就有深深体会啊 嗯 所以我跟我太太讲 我太太说你怎么都不太吭气 我说 躲远一点比较好 对对对 等他青春期过了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跟妈妈很亲嘛 嗯 所以我就在旁边看就好 嗯 然后呃 太太在 不要关的就找我出来做纠察队 哦 但我现在最近 哎呃 我现在学金了 嗯 当家人对他患然有后果后遗症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不过你叛逆过了你别能够理解了 对对对 所以时间过了就好 他就会开窍啊 所以要学会放手 我看你书里面提到 嗯 最重要的就是 对我觉得放手有人讲很难啊 就不管他 其实不是 我觉得放手很像放风筝 那个线要拉住 亲情的线拉住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不回我 我说你可以出去玩 像我儿子他去跨年 嗯 然后我跟他说 对我我可以让你去跨年 甚至你也可以不回来 但是如果我找你 你一定要回我 不要让你担心 对不要让我担心 对对 嗯 这个我觉得父母都是同样的心情 嗯 对于小孩大了也知道 他们要他们自己的空间 对 对不对 我们年轻也是这样啊 我们现在拿什么跨年 11点到就准备 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年轻时候 就是做熬夜的嘛 对 那像现在年纪见长 都知道睡眠的重要 对 如果一夜没睡好 后一阵都蛮长 对对 哪像年轻 两天就补回来了 对 年轻都也不睡觉 时间过得真快 对 我们今天节目到尾声了 谢谢我们韵文学姐 来谈她的这本书 谢谢金老师 谢谢 谢谢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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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